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您好 歡迎繼續加入的是 十點不一樣 我是錢立如 我們先來看桃園機場 發生了公安意外 竟然有人從千花板掉下來 這是今天下午2點多 第二行下的旅客收席區 千花板突然大面的崩落 而且還有一名工人 他直接從千花板掉下來 掉到地上 把旅客嚇壞 好幾片天花板突然掉了下來 沒幾秒後 竟然有一雙腳衝破天花板 只見一個人半身掛在半空中 當下不停搖晃雙腿掙扎 之後跟整個人從天而降 這名男子身穿反光背心 原來他是一名工人 工作到一半 發生公安意外 我跟你講 危機工作要做好 他如果施工的話應該危機 哪一部分是施工這部分 應該不要給外人在那邊走動才對 這地點竟然在桃園機場裡頭 下午2點多 在第二行下三樓的旅客收席區 天花板無預警大片雜落 甚至還有一名工人從天花板掉下 把現場的旅客洒得紛紛逃離 就怕遭受波及 不過還是有不知情的民眾 當時搭乘手扶梯上來 見到這誇張一幕 但這似乎已經不是桃園機場 近期第一起公安意外 上個月一輛連結第一行下 和第二行下的電聯車 撞上清洗高空作業車的伸縮壁 導致兩名工人差點摔了下來 電聯車的車廂還因此破了一個大洞 這回又發生工人天花板掉落的狀況 身為國家門面卻是頻頻出包 讓外界對於安全管理打上問號 體會新聞廖中心無限界 阿曼桃園報導 而極端氣候是全球的共同挑戰 香港在今天遭遇了暴雨來襲 發出了今年第一個紅色暴雨警告 非常多地方都出現了積淹水災情 尤其是在將軍澳一帶嚴重的淹水 包括好多的車子變成了泡水車 是上百部汽車車門一打開 裡頭全部都泡滿了泥巴水 讓車主相當無奈 還有當地的商場也變成了水舞間 民眾必須踩在水裡面涉水而行 另外港鐵同樣也遭殃了 站內一樣下起的大雨 今天差不多是在早上9點鐘的時候 香港天文台緊急發布了 今年第一個紅色暴雨警告 甚至一度也你要升級成 黑色暴雨警告 代表多個地區食雨量 恐怕突破70毫米暴雨成災 香港當局也緊急宣布 所有學校4號下午緊急停課 而且在安全情況下才可以讓學生回家 索性稍早降雨虛緩 暴雨警告已經解除 但雷暴警告仍持續發布 特大暴雨侵襲下 香港將軍澳道路旁擋土強坍塌 強勁水流湧出如同小型瀑布 不但衝倒路障 路面還布滿沙屎雜物 在西貢則是分不清 哪裡是馬路 哪裡是河 汽車開過淹水路段 積水高度達到半個輪胎高 環保大道也來不及排水 嚴重淹水 有汽車故障拋錨 駕駛乘客得靠消防隊到場幫忙 才平安脫困 大水還淹了一座戶外停車場 上百輛汽車受損 污濁的泥水沙石灌進車內 等到水退了 車主陸續到場 有人找來拖車 拉走愛車 山竹這裡都不是浸得很勁的 是今次突然之間這樣 山紅爆發 很多車都損傷慘重 天災 都沒辦法 香港天文台4號上午8點55分 發出2024第一個紅色暴雨警告 西貢的將軍澳食雨量超過140毫米 同一天廣東中山也降下暴雨 多條主要幹道積水高度達到成人腰部 有人孔蓋像噴泉一樣冒出大水 還能看到泥水灌進室內 民眾急忙避險 廣東暴雨至農場 有四條鱷魚逃出 洪水還衝到中山一座鱷魚養殖場圍欄 四條鱷魚被衝到外面 引起民眾恐慌 在通報消防後 才將鱷魚順利抓回 TVBS新聞中英倫林明珍綜合報導 明天是24節氣的立下 台灣也有封面準備接近全台灣有雨 那麼針對廣東地區 最近又是暴雨又是冰雹 龍捲風好多地方降雨量破紀錄 專家分析和吸風帶大氣長坡滯留有關 但這是什麼意思呢 宛柔來進一步說明 從4月中以來大陸的華南地區 最近是出現了不少極端氣候的現象 甚至還引發相當嚴重的災情 而這個極端氣候到底有哪些呢 當然有這個龍捲風 下冰雹 以及這個狂風暴雨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且根據數據統計 這個廣東韶關的雨量跟同期比 是增加了4倍 相當的可怕 尤其在4月30號的時候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這一個晚上光是一天 這個狂風暴雨的閃電 就多達了6000次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根據這個氣象專家就解釋了 主要是因為這個西風潮停滯 造成這個大氣不穩 另外全球暖化現象 也導致了有力降雨 另外春季的聲音現象 也代表說浴室是偏多的 而再回到台灣這邊來 明天就是24節氣中的立夏了 不過今年的立夏 因為吹的不是東風 所以代表說今年台灣 是不太會有乾旱這個現象發生的 但也得注意 因為冷暖風交接 並在台灣上空滯留 這個豐沛的雨水 恐怕會造成治災性的劇烈降雨 不過在以哈衝突降下的是 所謂飛彈雨 表面上以色列的地面部隊 還沒進攻拉法地區 但幾乎是天天的空襲 而美國更是蠟燭兩頭燒 一方面要組織以色列進入拉法 另外還要提防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 恐怕會對以色列跟美國駐軍發動攻擊 在地面部隊進攻前 以色列持續空襲拉法 當地週五的攻擊 又造成數人死亡 加薩人的生活直禮破碎 家屬忍無可忍 不過究竟以色列會不會進攻拉法 白宮這樣說 美國力挺以色列的態度不變 卻也希望以色列放棄攻擊拉法 只是專家認為拜登最終還是要面臨兩難抉擇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 還有一顆不定時炸彈 就是伊朗 4月中伊朗徹夜轟炸以色列 CNN深入伊朗軍事基地採訪 伊朗軍官展示目前世界上 最惡名昭彰的無人機之一 Shahat-136 伊朗指揮官也展示 發射這種無人機的卡車 外觀跟一般卡車相同 偽裝很容易 其實自從加薩衝突以來 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 就不斷攻擊美國中東駐軍 今年1月 三名美軍在約旦罹難後 美國展開報復打擊 民兵團體暫時休兵 但是顯然威脅人在 TVS新聞綜合報導 戰爭現在多點爆發 我們接下來看烏二戰爭 現在的戰況對烏克蘭來說 越來越不利 軍事專欄指說 烏軍戰線大概是從4月21號開始 就不斷的崩潰 內部甚至開始出現了紛爭 像是有防禦第二陣線的機械化 47旅官兵就在社群上抱怨說 原本要來接手的115機械化旅 竟然是臨陣脫逃 放棄陣地之後直接落跑 導致戰線是全面的放空 這等於就是把領土拱手送給俄羅斯 所幸俄軍當時不知道詳情 所以才沒有投入第二梯隊連續的突破 那麼俄羅斯國防部長最新也對外表示 俄軍今年已經在烏克蘭攻佔了 547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且烏克蘭前線軍隊正在不斷的往後撤退 面對俄軍的林立攻勢 烏克蘭的第二戰線面臨潰敗 烏軍似乎陷入了一陣亂流手忙腳亂 俄軍更加碼宣稱又摧毀了一輛美智艾布蘭坦克 累計烏軍已經損失了5輛的同類型先進戰車 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公布前線戰況 指出俄軍近日再度摧毀一輛美智艾布蘭坦克 報導表示這是兩個月內 烏軍損失的第5輛同行戰車 俄國軍事專家說 當M1A1正式在烏克蘭戰場亮相時 車身兩側安裝了爆炸反應裝甲 明顯是要防止遭到反坦克火箭 或是無人機攻擊 可是從阿富迪福卡戰役中 第一輛艾布蘭坦克被擊毀的畫面研判 俄軍事前有研究過這型戰車的弱點 在砲塔尾部裝甲最為薄弱的彈艙位置 所以無人機操作手機戰後 便攻擊艾布蘭戰車脆弱的砲塔後方 造成彈藥訓爆被烏軍棄置在戰場上 因為俄軍和這款號稱全球戰力最強 防禦能力最優越的坦克 有過交手經驗 所以知道該怎麼對付艾布蘭 這次就是直接被反裝甲火箭打斷履帶 再受到猛烈炮火的打擊 成為俄軍的戰力品 俄國媒體透露 俄軍是在阿富迪福卡外圍戰場上 繳獲這輛艾布蘭坦克 一般相信應該是在比爾蒂席戰鬥中 遭遇第74禁魔旅的擊殺 艾布蘭坦克在失去動力後 烏軍戰車兵被迫棄置在戰場上 以保證組員的生命安全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斯爾斯基坦承 部隊已經向西轉進改善了戰術位置 至於在謝梅林福卡的戰鬥也非常激烈 俄軍第114旅聲稱 先頭部隊進入了城區 並且插上俄羅斯國旗 不過烏克蘭軍方並未證實 除此之外 俄軍打掃戰場時 還分別擄獲一輛M115洞突擊破障車 以及M88A2裝甲救濟車 兩款裝備都是美國軍員的一部分 尤其軍事名更暱稱 突擊破障車是地雷克星 據說美方只給了烏克蘭6輛 而且是秘密交給基輔的裝備 因為這款工程裝甲車 在烏軍部隊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不但可以開闢推進通道 還能破壞敵軍防禦攻勢 如今在報銷一輛破障車 損失堪稱慘重 眼看烏東防線幾乎潰不成軍 讓美方很擔憂 五角大廈內部傳出來消息聲 烏克蘭軍方已經停止艾布蘭坦克參戰 暫時駐紮在遠離前線的安全地帶 美軍高級官員證實 部分原因是烏克蘭戰場上 普遍存在的空中無人飛行器 導致俄軍有能力察覺到坦克的行蹤 甚至遭到攻擊 為了順利遂行任務 美烏兩國會共同制定新的戰術 讓艾布蘭坦克發揮最大的效用 只是英國專家認為 美方的說詞有點避重就輕 關鍵因素是艾布蘭坦克的重量 很容易陷進烏克蘭的黑土裡 無法動彈 一輛70噸重的艾布蘭坦克 沒有辦法按照計劃抵達戰鬥位置 就意味著戰線上少了一支力量 所以不適合戰場環境的軍事裝備 才是影響戰局變化 和武器效能的最大變數 另外在奧切列紀念 俄軍取得這座城鎮的控制權之後 繼續鞏固左翼戰線 除了攻占星巴赫穆提夫卡以外 又拿下西側的另一個據點 所謂違約我 由此可見 俄軍的目的是想儘速拉平戰線 避免奧切列紀念成為 深入烏軍戰線的突出部 軍事專家推測 未來俄軍除了會繼續緩步推進外 也需要掃當右翼的烏克蘭部隊 主要的目標會是東北方的 阿爾汗格利希克以及東邊的 克拉米克和辛卡利諾夫 從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烏克蘭在這片區域 至少部署了三支戰鬥單位 第1洞洞旅負責防守 阿爾汗格利希克 克拉米克到辛卡利諾夫的戰線 則有第12鉤旅和第115旅 互相支援鞏固防線 不過現在有消息傳出 俄軍第27禁模式的一部 開始往東北邊的 阿爾汗格利希克方向推進 空天軍則是加強轟炸 把烏軍第12鉤旅的陣地 如果這些傳聞屬實的話 阿爾汗格利紀念右翼防線之戰 將是未來俄烏戰場上 值得關注的焦點 那中國大陸到底有沒有 在檯面下幫助俄羅斯呢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即將訪問歐洲 美聯社評論認為 馬克宏會試圖說服習近平 不要插手烏俄戰爭 另外他接受經濟學人的專訪 他呼籲歐洲要捍衛自身的戰略利益 一個是東方的烹飪之店 一個是西方的美食高峰 西湖醋魚遇見馬賽魚湯 雲南松兒PK南法松路 就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確定訪問法國後 大陸央視推出兩國烹飪大賽節目 活動目標用美食藝術促進中法交流 同樣為習近平訪法暖身 大陸央視還專訪了法國起司專家 2023年4月 習近平與馬克宏見面時提到 要打造法國農場到中國餐桌機制 一年多過去 大陸起司業者分享 現在法國產品送到大陸的時間大大縮短 最快的運輸週期壓縮到一星期左右 起司新鮮度提高也吸引更多消費者 今年第一季度銷售額比前一年同期成長 超過18% 我正好上次是看到有推薦 這家有比較多品種的奶了 法國是大陸在歐盟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 雙方尋求更多合作 但就在習近平5號出訪前夕 經濟學人惡好刊登法國總統專訪 斗大的標題寫著馬克宏向歐洲發出緊急訊息 內容提到過去30年來 各方把大陸帶進世界貿易組織體系 但大陸並沒有尊重國際規則 歐洲必須捍衛自身戰略利益 美聯社評論認為馬克宏會試圖說服習近平不要插手俄乌戰爭 法國世界報則報導歐洲各國正在努力磋商 找出如何和大陸進行平衡的貿易關係 TVBS新聞中英倫林明珍綜合報導 所以中國大陸背後到底悄悄在盤算什麼呢 像美國兩位的情報首長先前在參議院聽證會指稱 美方首度見到了中俄雙方呢 就包括親台在內的台灣議題舉行了聯合演習 這可能會迫使美國得在兩線上作戰 專家也擔心週二聯手將會限制台灣的 國際法律戰攻防 凡文記者畢爾不談 但美國情報總監海恩斯週五 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這樣揭露 美國國防情報局也證實美軍政檢討軍事規劃 以納入同時和中俄作戰的想定 來看看日本防衛省去年七八月曾揭露中俄艦隊 在日本海與東海海域進行聯合巡弋與操演 位置極為接近台灣 俄羅斯總統普希英三月連任時曾說 台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那些企圖在台灣作為挑釁的國家 最後都註定失敗 對岸若爭攻台國際法律戰免不了一場攻防 法律戰爭議的還有中共 持續利用海警船抵近我金門淨陷水域 新內閣不多說 但這切香腸的壓力恐怕只增不減 TVBS新聞和副法律聽聽一條報導 好 面對台海局勢的不穩定 台灣該如何加強防衛韌性呢 台灣近年來進入了武器獲得的高峰期 國軍表示為了將持續強化 各類新貨武器的裝備特性 跟指揮管制系統的整合 發揮完整的擊殺鏈功能 以力戰力倍增 進一步詳情我們再把時間交易婉柔說明 來關心台灣國防的最新訊息 最近國防部是交了一份報告到立法院這邊來 報告的主題是面對戰爭現況的 最新國防軍備與戰略的具體作為 內容也指出了 台美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 當然是要加速對台軍售的 以及要達到兵力整件目標 來提升防衛任性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台灣一直都在強調說 要跟印太區域的夥伴來合作 所以當然要進行深化交流 加強對話 分享敵情 以及這個區域嚇阻的 另外我們剛剛有說 台灣軍方其實近年是進入了 武器獲得的高峰期 也就是最近我們可能跟美國買的武器 最近應該都會一批接著一批來到貨 所以將持續整合系統 要來強化完整擊殺鏈的戰略 也就是各式武器在台的整合戰力 除了宛柔剛剛帶我們來看的武器之外 兵力的培養當然也非常重要 像是俗稱海龍蛙兵的陸軍特戰兩棲偵察營 在美軍特種部隊強化指導下 滲透跟特種作戰能力又更為精良 加上近年來反斬首的防衛構想 越來越被重視 海龍蛙兵在傳出可能會 以防大台北協助首都防衛 漢光40號電腦兵推上週落幕 知情人士透露 八天七夜攻防模擬中 大台北地區又面臨重兵夾擊 當攻上攤頭的解放軍 在基隆港和台北港都完成了行政下瀉 國軍嘗試擴大跨區增援 阻擋敵軍夾擊 在首都會施 我們的一個推薦 一定是依據解放軍 可能對我們的威脅來去做調整 因為今天會打到這一種登陸作戰的話 有可能我們的海空兵力 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失了 所以會變成無法去阻止他們 對我們進行登陸 斬首作戰這裡要去澄清的是 他不是說只去打你的一個領導人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高官 而是他只取政經中輸 不過大部隊犯台 和定義上的斬首行動 又有些微不同 敵人想要對我發動斬首齊襲 那麼他不外乎以空中突擊 或擊降空降的方式 或是藉由海上滲透的方式 來遂行他的這個作戰任務 那如果我們把大台北地區的地形 我們做一個通盤檢視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說 像他這種典型的中樞藥 位於主要河川的流域的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 那也就是說其實敵人 如果要經由水域來滲透的話 這是一個很有可能被運用的途徑 最後了 過去擅長取敵之首級 俗稱海龍蛙兵的陸軍特戰 兩棲偵察營 會是反斬首行動 未來必要陣容嗎 兩年多前 部分海龍蛙兵 移防大台北 消息傳出幾個月後 總統蔡英文也踏上了澎湖 蓄勉部隊 戰績展示場邊說明背板上 這句台美協訓成果報告 在外面披露 美軍特種部隊 強化對台交流的現在 更強化了各界聯想 滲透跟反滲透 這是一體兩面 目前它已經是一個 具備有3G作戰能力的 特種部隊 那這樣的一個部隊 它其實它可以適應在 本島離島或者外島 都可以來發揮它的作用 最主要就是它可以在平時 不管是昼間或夜間 藉由它的所佩服的周庭 來實施水域的巡邏 這些巡邏認為包含 反徵收 反滲透 甚至於反突擊 反破壞 類似的案例 就如同東京的羽田川 倫敦 泰晤士河 美國華府的波多馬克河 或是南韓的漢江 透過部隊武裝巡邏 位數中樞地帶的河川流域 嚇阻敵方小部隊伺擊而動 而這只是兩棲部隊公用其一 譬如說海上你發現了 可能有不免人士或是 屬於比較精壯的 或者是有一些武器 這些可能 不是我們國家的自私的武器 印進來了 如果是斬首部隊的話 他們不會整批從任何地方進來 他們是可能分批 不管是從遺傳 或者是人員 或者是正常的管道進來 到達台灣的某一個地方之後 他們再集結 等所有的裝備器材都到定位了 他們才會做一個斬首行動 禁案偵查的特殊專長 對於我方能否在敵軍發起特攻之前 就掌握先機至關重要 因為大台北地區交通網絡 四通八達 除了基隆 淡水 兩條河道 主要的平面或快速道路 都是進犯可能入口 今天我們會面臨到的 有可能是一個輕裝重火力 藉由這種輕兵力去搶散 一些重要的關鍵基礎設施 然後對我們造成一些威脅 我們大台北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傳統的一個兵力 其實是不一定是那麼足夠 上述不管是陸戰隊 或什麼兩棲營等等這些部隊 它的目標就是要去守住這些地方 包括既有縣兵營 和已經進駐附金剛的陸戰66旅 外船即將交付台灣的M1A2T 也將成為關子部重要反擊火力 位數陣容近年不斷調整 也像是威脅情勢變化寫照 TVB的新聞程序EF 看不到 現代人工作壓力大又買不起房 非常多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新加坡媒體就針對了台灣 中國大陸跟香港三個社會 分析年輕人的困境 台灣跟香港主要擔心的是房價問題 而中國大陸則是有長工時 跟高失業率的現象 有工作的人也不時會萌生 想躺平的心態 什麼都不想做 然後就很痛苦 又覺得自己很糟糕的狀態 心情定落對未來感到茫然 畫面中這位年僅27歲的台灣青年 曾在大學時罹患憂鬱症 確實在那個憂鬱的時候 在那個當下是 我覺得是好像一切都沒有希望 一切都好像都不值得了 他的經歷或許就是現代社會縮影 新加坡媒體觀察整個亞洲 包含台灣憂鬱症都有年輕化趨勢 台灣青年憂鬱症患者增加當中 卻只有30%尋求治療 調查也發現患者中很多 因為生活壓力感到鬱悶 我不知道我找了這個工作 他的就是未來的前景好不好 我未來買不買得起房子 低工資高房價 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其次還有社交媒體的重度使用 也助長了這個現象 我們的調查裡頭也是 如果你每天固定上網 六個小時以上 那他的憂鬱程度是高於其他 就是沒有六個小時以上的青少年 因為容易受他人光鮮亮麗的一面影響 產生比較心理 不只台灣在香港許多年輕人 也擔心居住問題 應該整輩都沒有在這裡 望著路旁的廣告單 香港上班族Sophie探口氣 又回到自己窄到不行的出租套房 這裡就是住黑樓我的單位的廁所 其實以一個人來說 其實它都是有點小的 因為你看到門是這麼窄 這間約租約兩萬兩千多台幣的小套房 裡頭浴室小到連蓬頭 還得和洗手台相連 也沒有帥衣的地方 年輕人經常得自問 未來是否還要待在這裡 為了改善青年居住問題 香港其實有推出青年宿舍計畫 不過最多只能住五年 至於中國大陸別說居住 連找工作都不太容易 這位上海90後的青少年 就因此靠坐外送為生 表示已經沒了特殊夢想 這個年齡在上海不是特別好混 不是特別好找 加上疫情結束後 類似的零工市場 建區飽和 導致他有時得工作16小時 才能賺到足夠的薪水 不包含外送員 大陸原本有所謂的996加班文化 指的就是上班族 早上9點上班 晚上9點下班 每週工作6天的生活 不過目前其實有高達80%的大陸年輕人 拒絕接受這樣的人生 實際上卻又不一定真的敢反抗 網路上就有許多搞笑上班族對話 包含員工間討論要繼續工作還是休息 甚至羨慕起實習生 能拒絕主管在下午6點半 派發工作的指令 想躺平想辭職說起來容易做起來 確實萬分掙扎 高壓環境也使得許多大陸年輕人不婚不生 人口連兩年負成長 只怕未來社會經濟結構有失衡危機 新加坡媒體細細解讀兩岸三地七年的困境 卻也發現住在西方社會的亞裔七年也有挑戰 就連曾入選全球十大最幸福國家的紐西蘭都有亞裔因為種族問題感覺格格不入 2021年一份調查顯示 新加坡媒體的亞裔中有44%的人曾出現憂鬱症狀 相比台港路擔憂工作住房問題 身份認同才是他們的壓力來源 野行文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的經濟持續低迷 失業率是居高不下 讓非常多年輕人灰心喪志 乾脆當個躺平族算了 近期甚至出現了新時代的十步新年 包括了不捐血 不捐款 不結婚 這反映整體社會結構性的問題 因此引起了各界討論 更多內容我們再度把時間交易晚柔 中國大陸在疫後 這經濟其實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實際上是這個經濟人士 持續的低迷 失業率居高不下 再加上這個職場的競爭 是更為激烈的 而在中國現象 現在研發成社會問題了 過去在大陸 這個青年可以說是有躺平文化的 不過他們現在進階了 說要變成這個十步青年 學者就說這代表說 社會信任的體系崩塌 而這十步又是哪十步 第一個字就是不捐血 因為他們擔心捐血的話 這個器官是不是也會被捐贈走了 當然就是不捐款 不結婚 不生娃 不買房 不買財券 不入股 是不買基金 不服老人 以及不感動 另外在AI興起之後 光是下個指令電腦 就可以自動完成繪圖 然而這樣子算是一種創作嗎 引發了諸多的爭議 包括像是版權的爭議 使用的界線 甚至是細節跟人性的問題 有廣告設計師就認為 把AI當成輔助工具 可以省掉找靈感或找資料的時間 但是僅僅只能當作輔助 想要創作一幅畫 現在不是拿起畫筆 而是下指令給電腦 想要一個漫威電影 然後它呈現的效果是 日本日式的武士 假設說它是一個武士電影的話 它會生產出什麼樣的海報 什麼樣的風格的畫面出來 只需要給它一點點時間 一幅畫就完成 甚至不只一幅乾脆一次給你四幅做參考 這跟我們平時想像的創作 似乎完全大不同 可能五分鐘就可以呈現出來給你 AI的興起 他變成創作的好朋友 對於完全沒有繪圖 或是美術背景的人來說 確實是一大幫手 但近來 AI繪圖爭議不斷 吵得最兇的 就屬復興商工 舉辦師生美展 結果獲獎作品 不是學生畫的 而是使用AI 最後作者坦誠不是靠自己創作 被取消名次 看在專業設計師的眼中 其實一眼就能看出 因為創作需要筆觸的堆疊 甚至還要有過程 只要是你親手繪製 一定會有紀錄 AI引發繪圖創作爭議 就是在於不能把電腦裡的這張圖 直接拿出來當作自己的 即使是你給他指令 設計師強調這也不能算數 只是AI跟人類手繪 分辨得出來嗎 一個人在西門町的感覺 可是你可以放大看 這些上面的漢字 其實都是錯的亂七八糟 目前技術來說 還是會出現小bug 不過AI技術會越來越精進 確實能幫你畫一張近乎完美的圖 而這樣的科技 是否威脅到他們的生計 其實設計師不這麼認為 三天到一個禮拜可以完成 但是要跟AI比的話的差別是 AI可以對我們來說 是可以縮短很多找資料 跟想靈感的這個過程 因為如果你把AI 當作是一個工具的話 其實它可以短時間 給你非常多的不同的靈感 不同的構圖 角度 畫風 理論上不能 AI是沒有版權的 所以除非你AI生成出來的時候 你重新再二創 你照他的圖 你再重新畫一遍 你可以告訴人家 這是我AI生成 這是我的手工 所以強在我的手繪技巧上面 這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可是你不能我AI生成出來 我拿這個去參加比賽 這個東西它是沒有版權 現在這個部分當然在全界 還在吵得沸沸揚揚 但是最基本大家在認定上面 這件事它是不會有版權的 把創作當成工作 可能會讓人覺得疲憊厭 但其實拿起筆來畫畫 還是吸引不少人想來嘗試看看 來油畫工作室 很多人都是想要體驗 當小畫家的感覺 創作出一幅屬於自己的作品 而且通常一畫下去 時間過得飛快 這個過程非常的療癒 所以有很多人就說 下班後這就像是一個抒壓管道 各行各業都會想要來畫畫 就是它不限制於任何 就是可能藝術類群 或者是非藝術類群 就是也有那種公務員開火車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藝術 它就是一件沒有絕對 是非對錯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畫布上 你就是當老大 所以你就可以做自己 所以你畫的一個圈圈 你可以說它是任何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很紓壓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世界裡 你展現任何你想要展現的事 拿著畫筆挑出自己想要的顏色 一點一點在畫布上 增添屬於自己的軌跡 就跟寫作一樣 透過畫畫的方式表達自己情緒 從小到大再到出社會 雖然他們同樣也把藝術創作 變成工作 油畫老師強調 畫畫不是用咒語 就能變成一幅畫 重點是在這個過程 不僅可以轉移你的注意力 而這才真的叫做創作作品 特別新聞李亞南宵輪 台北採訪報導 香菇是國內重要食材 但近年台灣香菇 開始面臨減產危機 菇農透露菌種弱化 是減產最關鍵的原因 香菇雞糖有香菇提味 味道更香甜 杏鮑菇香腸 杏鮑菇水餃 吃起來口感Q彈有層次 菇類是台灣重要的料理食材 香菇要經過烘乾 像這新鮮菇 這新鮮菇要 剛才講過要10到12斤新鮮菇 來烤成一斤乾香菇 您知道香菇是怎麼生成的嗎 我們來到養菇場 放眼望去地上一整片 一個又一個的太空包 就是香菇們的家 新鮮這個太空包大概有1億包 新鮮有19個製包廠 在製造這個太空包 再給我們新鮮的400戶的菇農 來種植香菇 新鮮為什麼這麼適合香菇生產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 台階地的地形 我們日夜溫差非常大 它大概適合生產溫度 大概就是23度左右 這個菇怎麼採 拿起來你看這個大小斗對不對 我們就挑大的採就好了 它抓著腳 抓著腳 對 手抓葉低葉 往旁邊折 搬下來 然後搬下來就好了 來 柴菇品質好不好 你聞一下 記住這個味道 它是淡淡幾乎沒味道 這場會有一個燜到的味道 就是這樣子 就是最好的香菇 好 柴菇真的很特別 新設這邊因為氣候 還有地形的先天條件 很適合香菇的生長 不過近年來 因為氣候變遷還有菌種弱化 香菇也面臨到 減產的問題 香菇面臨減產危機 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氣候變遷 第二是木屑品質 您可以想像是 種香菇的土壤 最後是菌種弱化 以前用的那個品種 大概是用了應該有三十幾年了 理論上的話 應該是十年以上 它就會退化 產量大概從一包 鮮香菇三百多 降到現在大概只有一百多 另外一個就是氣候問題 因為氣候變遷也滿大的 像以前我四十幾年 剛來這邊的時候 十月份就很冷很冷 現在都十月十一月都還不怎麼冷 其中菌種弱化 是香菇減產的關鍵因素 菌種是無性繁殖而來 經過擴培 重新細胞分裂會有弱化疑慮 這個東西就好像我們泡茶一樣 一個茶葉 你如果不跟旺地比的是 你一直泡一直泡 泡十倍以後就沒有味道 你泡三泡以後 你可能要換茶葉 它就是沒有泡 你一直複製 以前香菇太空包好的時候 在菌種沒有弱化 氣候沒有那麼炎熱的情況之下 這個太空包可以生長六次 現在這個太空包 可能生長兩次到三次 就變成廢包了 面對減產內優 價格上揚 消費量跟著萎縮 農會近年來積極尋找菌種 努力讓價格回穩 為了協助孤農克服菌種弱化問題 台中八個農會與台農合資 成立生技公司 計轉農事所一體菌種技術 讓菌種維持先度和活性 也跟日本剛才合作 我們希望引進日本抗熱型的菌種 因為現在氣候越來越熱 希望引進日本抗熱型的菌種到台灣來 看以後菌種這方面會不會好一點 那個產量會不會慢慢再揮霧 以前大概我們一年大概平均 應該有五千公噸左右產量 現在應該大概剩價差不多三千 另一方面為了克服氣候變遷 青龍透過水蓮降溫設備 讓香菇在溫室裡成長 那相對的我們已經提供 它比較好的溫度跟濕度 所以以前傳統的 為什麼只能放地上 因為他認為地上可以給它的濕度 比較好 溫度的保護也比較好 那我們在溫室裡面 其實我們整間溫室就是一個 我們都已經控制好的東西 它的產能大概我們目前看到的 太空包的產能 單一個太空包的產能 大概是外面的增加大概15%左右 那它的品質會比較好 因為它裡面的含水率比較高 面對產量下滑 帶入新的菌種繁殖栽培技術 努力精進產業 台灣菇農才不在 藍售香菇 TVBS新聞李彥之王后與台中採訪報導 那食物該如何保存 才不會有中毒危機 專家提醒千萬不要等放涼在冰冰箱 只會越放越毒 冰箱保存裡頭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要把它密封起來 避免食物就是曝光 曝光很容易就有食物交叉的風險 食物吃不完 很多人會冰到冰箱 但千萬不要把冰箱當儲藏室 必須遵守擺放原則 你越是乾淨的就要越放上面 煮熟的最後是生的 為什麼呢 有一盤肉 它不是旁邊會有血脂嗎 如果你把它放在最上面 就會下面是水果 不是會污染到它 所以我們就把水果怎麼樣 可以放在最上面 或是煮熟的東西放在上面 那你要退冰的東西 你就可以放在怎麼樣 最下面這一層裡頭 營養師說擺放時 要依照上熟食下生食的原則 熟食擺上層 生食擺下層 避免交叉污染 冰箱門旁的置物架 通常溫度較高 適合擺放調味料 不容易壞的食品 並善用保鮮盒 密封袋等工具 將食材分門別類 室溫如果是18度的時候 我打開冰箱 這樣子超過10秒 你知道溫度就會提升5度 這5度的時候 你知道細菌 就可以大量的複製生長 不代表放在冰箱的食物 就不會壞掉 所以我們放入冰箱的東西 不管是水果或任何的東西 請你還是用保鮮盒 把它封起來 冰箱經常開關 溫度波動都會影響到食物保鮮 至於買回來的蔬菜 可以拿大紙巾 將蔬菜包起來 再用塑膠袋裝好存放 能延長蔬菜長先期 那我如何讓我的蔬菜 可以保濕又保久 那買回來以後 你的蔬菜就可以用到 所謂的濕紙巾 那如果你的蔬菜買回來 是濕濕的 就直接把它包起來 然後再用一個塑膠袋 包起來要露一點口 那你這個同時 就是可以保濕又保久 近期食安風波不斷 夏天即將到來 5到10月是食物中毒高峰期 美食當前 正確保存食物 才能降低風險 東西吃不完 老一輩的觀念 是要等到食物涼了 再放到冰箱 大醫師表示 這樣反而更容易滋生細菌 要放到冰箱的食物 不需要先放涼 大約60度左右 就可以先放到冰箱保存 細菌生長 與溫度大有關係 一般來說 當食物停留在 危險溫度帶7到60度 細菌就能快速繁殖 食藥署就建議 食品調製後 在室溫下 不要放超過兩個小時 夏天時 不要放超過一小時 避免把變質的食品吃下肚 我們不需要說 再等它已經回溫到常溫 我們才需要把食物放到冰箱去 以前是因為擔心壓縮劑的問題 會導致冰箱的損壞 所以對我們來說 現在假如說你在煮完飯之後 你就這一餐裡面的東西 可能不見得會吃得完 那我們就會建議 你可以先分食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 就已經可以直接放入冰箱 這樣可以避免說 當你暴露在外面的時候 可能無論是你放置的溫度 或者是環境中 有可能有一些細菌性的一些落成 那可能會導致食物腐敗的增加 它的一個機率 食物的保存 我們現在一定要摒棄 所謂的先放常溫 再放冷藏的這樣的動作 而是直接把它送進冷藏或冷凍 因為主要是細菌 它不管是滋長 或者是產毒 都喜歡在二十幾度C 大多數都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所以說如果說 沒有把它直接放入冷藏或冷凍的話 就等於是給它滋長 就是產毒的機會 代醫師也提醒 冰箱只有冷藏冷凍功能 延緩食物的長菌時間 並不能殺菌 在台灣常見的食物中毒 有沙門氏菌 落挪病毒 金黃色葡萄球菌 大腸桿菌等等 一旦病菌在食物上滋生吃下肚 恐怕會引發嘔吐噁心腹瀉等症狀 嚴重一點引發敗血症危急生命 上下化道的症狀為主 包括說它會連續性的嘔吐 或者嚴重的腹痛 那後面會包括說 像下下化道的部分 包括說可能會有腹瀉的問題 那當然嚴重的可能還會增加 敗血症或者是像 有一些免疫低下的族群 甚至會有一些脫水 或者是上面的一個危險 夏季高溫炎熱 民眾更應該多留意食物保存 一旦勿食就有中毒風險 別把冰箱變成污染源 讓食安危機再自家上演 TVBS新聞 黃冠韋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你怎麼變黑白 你覺得生活很煩悶嗎